另外呢 他也是活出了自己 我們來看到花蓮借位賣豆包的阿嬤 他賣豆包 他沒有在市場擺攤 只有靠口耳相傳來接訂單 而其實這個豆包 阿嬤是要撐起整個家的生計的 因為阿嬤的兒子呢 很早就過世了 留下媳婦跟三個孫子 那麼媳婦跟孫子呢 都領有餐帳手冊 阿嬤他不接受捐款 他用自己做的煙燻豆包的 這樣好手藝 撐起了家裡的一片甜 這塊像是漢堡肉 令人垂涎三尺的是煙燻豆包 化開來層層焦疊的豆皮 散發陣陣煙燻味 嚐一口可是有媽媽的味道 裡面可能有一點點油 所以你會覺得它有一點滑嫩嫩的 它就有一點煙燻的味道 比較香 這市面上平常不過的豆包 其實背後隱藏的是青酸的故事 用少許的鹽跟沙拉油 揉製豆皮 再裝入碗中 壓緊 放在蒸籠裡 看似簡單的動作 由阿嬤移坐就是三十年 因為兒子不在了 留下媳婦與三個孫子 但都領有殘葬手冊 由阿嬤用豆包撐起這個家 不願接受外界捐款 只期望用自己的雙手 養活一家人 這是我們煎燻這麼久 快樂 不快樂 不難苦 快樂不難苦 對 我們心裡快樂就好了 心裡快樂 一壺茶緩衝情緒 日子雖然不好過 由阿嬤卻有自己的人生哲學 讓她的心依舊開朗 最主要的收入來源 是靠一些殘葬的補助經典之外 還有靠一些就是 豆包不定時的接單 希望透過我們那個協會的力量 給阿嬤一些支持 只靠口耳相傳有訂單才做 由阿嬤的豆包雖然不是天天有 但好吃就是賣了30年的保證 日文 美國 馬來西亞 都跟你訂了 要敗過去 敗過去喔 要敗 蒸好的豆包要先放涼 等待最後用黑糖煙薰上色 好手藝也傳承給媳婦 雖然媳婦學得慢 但總算可以靠自己生活 明年就滿80歲的有阿嬤 樂觀看待自己 用手藝填補不細 明時新聞吳震燕 華臉報導